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二百四十四季 白小纯双眼收索 这贾猎他之前注意过 是血眉护法中的佼佼者 此刻一出手 气势之强让他立刻知晓 这将是一个劲敌 修为比我高 竟然还准备藏在这里 对我偷袭 无耻 卑鄙 我最恨这种人了 这种人就应该被雷劈 白小纯很生气 目光一闪 正要出手 可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幕 让白小纯目瞪口呆 让贾猎也都无法置信的一幕 几乎在白小纯话语刚说完 贾猎笑声回答 全身雾气化作血色大手艺 带动身体 直奔白小纯来临的刹那 突然的 突然的 血色的天空 没有任何预兆的直接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一道水桶粗细的闪地没有任何征兆 凭空出现直接就轰在了贾猎的身上 巨响滔天 轰鸣中 白小纯愣了 贾猎惊呼 血色大手艺直接溃散打扮 他睁大了眼 有些不可思议 可还没等他与白小纯彼此反应过来 第二道闪电 第三道闪电 第四道闪电 陆续的轰隆隆的降临下来 贾猎是残叫啊 身体外的大手艺骤然崩溃 被闪电直接轰在了身体上 喷出鲜血 神色骇然 露出无法窒息 这怎么回事啊 野子 野子你这什么神通 贾猎怒吼心中惊慌 急速后退时 正要抬头看向天空 可紧接着 他就脑海嗡的一声 头皮都要炸开了 他看到天空上 在这一瞬 竟出现了一连串的闪电 足有上百之朵 轰隆隆间 直奔自己而来 贾猎发出凄厉的惨叫 大喊了一声不 此刻 再也顾不得白小春 右手猛的抬起一拍额头 口中直接吐出了一面充满了复杂文理的残盾 守护自身 急迟后退 在他后退时 上百闪电哄哄而去 不断的落下 虽然都被那残盾阻挡 可依旧让贾猎鲜血不断的喷出 尤其是最后 十多道闪电七七降临 那残盾无法承受直接崩溃 贾猎喷出大口鲜血 身体萎靡 取出一道符纸 墓中露出惊恐 与不可思议 狠狠的一捏 燃烧符纸 换来惊人的速度 急速而逃 白小春 无瞪口呆 从始至终 他只是站在那 手都没有抬起过 只是 说了一句话而已 这一幕太过的匪夷所思 他眼睁睁的看着贾猎 在靠近自己的过程中 被上白闪电 噼里啪啦的 一顿狂轰乱炸 直接逃之遥遥 震撼之下 没有轻举妄动去追上 他倒吸口气 抬头看了看苍穹 又看了看 贾猎逃走的方向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忽然激动起来 莫非 莫非我的修为 已经到了一种 连我都不知道的程度 可 可以一句话 决定生死 白小春刚刚振奋 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沉吟片刻后 只能将这一切 归咎于巧合 又或者是 与不死长生宫有关 他很希望贾猎能再次出现 这样自己就可以 仔细去判断了 带着好奇与期待 白小春慢悠悠的 飞在半空中 踏入血海 而此刻 在距离白小春有一段范围的海域内 贾猎全身颤抖 嘴角带着鲜血 眼中露出疯狂 可在这疯狂的深处 却藏着一丝惊恐 他很确定 那些凭空出现的闪电 绝非一业葬的神通导致 怎么回事 该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闪电 批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业葬有温魔的称号 有心狠手辣 心机深沉 显然 显然是他猜到会有人偷袭 所以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只要别人一靠近 就会引起闪电降临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贾猎沉思半生 只能得到这个结论 虽也不是完全确定 可是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了 应该是与之前战场有关 那里是绿洲与沙漠的交界处 存在了不稳的波动 而我的突然出现 修为散开 应该是符合了某种规律 业葬身为药师 知道的比我多 所以 所以才被其利用了 加烈咬牙 目中是杀意滔天 我就不信了 这一次我准备一番 一定可以将其击杀 我定要将他千刀万挂 生生的折磨 加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此刻深吸口气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一次我宁可寄陷修为换来生命气息的隐藏 除非是结单修饰 否则的话 注尽中没有人能觉察到我靠近百丈 加烈咬牙 面部出现红热 身体却更为的枯瘦 开始潜行 准备再次寻找时机 前去击杀 这个时机 在三天后 他终于找到了 这一天 白小春正在血海上飞行 一路锁过 海面波澜不起 方言看去 一片赤色 没有任何血兽出现 白小春很想去看看 血兽长什么样子 但是却没有机会 正百般无聊的飞行使 忽然的 白小春右侧白杖外 扭曲虚无 他双目一闪 侧头看去时 立刻就看到 加烈的身影 竟无声无息的 出现在了白杖外 几乎是在白小春看去的刹那 加烈扬天大笑 双目赤红 整个人轰的一声 化作了一片血雾 将身体笼罩在内室 这血雾翻滚 形成一个巨大的猙獰头颅 直奔白小春吞噬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叶藏 给我死 加烈的速度太快 如今又是百丈左右 在这极致的速度下 他的话语还在回荡 这血雾化作的头颅就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正要一口吞来 可 还没等白小春出手 就在这血雾头颅靠近的瞬间 突然的天地色变 风雨倒卷 一股难以形容的狂风 直接就在白小春的前方 瞬间凝聚 这狂风之大 就连海面都轰鸣了 似乎要将半个大海都卷起 气势滔天 直接就卷在了甲烈化作的血雾头颅上 稍微一碰 轰鸣中 这头颅直接灰散 露出了里面的 正发出凄厉惨叫的甲烈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野造 野造 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半点停顿 在那狂风下直接横扫到了天边 能隐隐看到 在这风中 他的衣服撕裂 他的血肉模糊 莫非是关键时刻 甲烈取出一件保命之宝 强行挪移出了这片区域 怕是整个人都要在风中四分五裂 白小春深吸口气 他所在的位置 与之前甲烈之间不到二十丈 这狂风之大足以掀起半个海洋 可翩翩的 连他的头发都没掀起一根 似乎这二十丈的距离如同天底沟河 眼睁睁看着甲烈凄惨无比的被卷走 白小春傻眼了 他也是呼吸急促 此刻 他若是还不明白 那他就不是白小春了 这片世界 在保护我 因为我修行的不死长生宫 因为童缘 白小春立刻感动了 他看着四周 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好半晌后 他才让自己从机动中恢复 深吸口气后 抬起下巴小袖一甩 我白小春摊指尖 就可让那小小筑机灰飞烟灭 带着得意 白小春所有紧张感一扫而空 大摇大摆的向前飞去 一路上感慨颇多 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海域上 加烈鲜血不断的喷出 整个人要抓狂了 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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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疯了一样的 肩好 身体颤抖 眼中露出强烈的不甘心 先是闪电 又是狂风 这野藏到底试着了什么手段 莫非这世界都对他照顾 我不信 我不信 更不服 加烈鲜 正吼着 又喷出鲜血 他双眼赤红 低头看着自己进赤裸的身体 整个人越发的疯狂 他此刻重伤 好在 除代还在 被他在风中死死的抓在手里 此刻换上一套衣服后 加烈是杀一套天 他对于白小春的恨 已经是不共戴天的程度 咬牙之下 从除代内 取出了一个雕像 这雕像 是一个厉鬼 正名无比 拿着雕像 加烈痴疑了一下 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喷出 落在这雕像上 雕像立刻融化 最终化作了一片黑色的液体 凝聚成了一个符纹 飞起 烙印在 加烈的眉心 加烈全身颤抖 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眉心的符纹 扩散 竟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铠甲 覆盖全身时 他的身体 也肉眼可见的膨胀起来 很快 伤势恢复 他整个人模样大变 不再是干手 而是魁梧无比 可仔细一看 却又模糊 似于真实与虚幻之间 少泽风血子给我的这鬼神 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 修为恢复 还会更进一步 具备鬼影之体 这夜葬诡异 他的闪电我已看透 这风我虽无法捉摸 但这一次 我从海底冲出西沙 又有鬼影虚幻 可避风而去 夜葬 我不信这片世界都照顾你 就算真的是这样 我也要逆天而行 一定要灭杀业葬 甲烈咬牙 收敛修为 飞入海下 直奔前方几尺 这一次 他已拼尽了全力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